大地山大,身体可虚了,吃点什么? 炖点鸡汤,记得里面放点红枣,香菇 没错,我爱养生 虽然谈不上什么专家,可以常常有朋友向我咨询饮食问题 别看现在的我,像半个营养师似的 其实我也不是从小就种良好的饮食习惯 我小时候很容易长湿疹 看了很多医生,效果都不太好 后来因为中医建议我吃些轻活解毒东西 因为湿疹主要是身体的内热加体质差 就这样我的三餐里就增加了苦瓜、贱藍等去活的素菜 每天喝的果汁也被菊花茶所代替了 时间久了,我的免疫力增加了 湿疹问题也没有了 好神奇啊,吃饭兼比吃药还有效 在我为祖先的智慧所折服的同时 也开始对中国的养生文化感兴趣 幸运的是,虽然一直居住在海外 但我家人却很注重养生 这不仅让我养成了良好的饮食习惯 也让我在耳容木栏中了解了许多中国的养生的知识 除了通过日常饮食保养身体 中医还把药材添加到饮食当中做成药膳 来增强食物的养生的效果 比如山药枸杞粥有补血瓶木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美国人普遍没有通过饮食保养身体的意识 如果他们长了痘痘或发生了便秘之类的故事 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吃药 而吃药会有副作用 要是通过药膳来解决 问题则迎刃而解 因此我常想 为什么不把中国的养生文化在美国发扬光大 让美国人也能享受美食同时 提高身体素质呢 也许这样的想法有点天真 因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但我的确很乐意向世界宣扬中国的养生文化 让更多的人因此身心受益 养生不仅是中医精髓 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精神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正于当今环保的观念不抹而合 不仅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 也鼓励大家爱护生存的环境 真的很值得向世界推广 谢谢 沈丰 沈丰 你好 你好 刚刚你提到你会跟朋友谈养生之道 你的朋友们对养生之道有什么看法 我跟我朋友谈养生之道 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补身体的一个概念 可是因为由于这些药材有的时候会很难 就是买到 我们必须要去中果城 还有那个制作药膳的过程比较长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他们有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就自己做一些药膳 可是我相信等到他们就是知道那个药膳的好处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会就是挤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些药膳的 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 江苏哪个城市是我国最大的紫沙和陶瓷生产基地 数有中国陶都之欲 您心谢谢您